现在等于说我们的这个大戏 也快接近最后我们是倒计时的时间了 二位都已经说是跟我们剧社摸爬滚打 从年初一直到现在 最近开始我们要做宣传了 二位在做这个宣传的方面 都做了什么努力了吗 扫街贴传单贴海报 特别我说这个黄一璇同学 我是跟他贴过海报的 人是孩子得了强迫症了 他特别让我就想起了去年的 我们一个台湾的一个演员 这个演员很好 他叫林玉山 林玉山 我们爱着管他叫台妹 他是去年一个很拼命的一个演员 去年他演俄国公使夫人 他今年现在就是因为工作关系去了香港 但我也感觉到他临走的时候很舍不得 我都觉得现在黄一璇很像去年的林玉山 你俩个子都差不多 都是那种高高的个子 瘦瘦的 他去年贴海报的时候也都很猛 上个星期你贴了几天海报 你跟大家说一下 我贴 上个星期贴了几天海报 四天吧应该 贴海报 按天数来算的话 贴四天海报 对但是我每天可能都早的时候六点开始 晚一点的话可能七八点也开始 一般都贴到十一二点 是吧你说这个贴海报啊 听众有时候不理解 贴海报应该是男孩干的 比较脏比较累的活 去到大街上去贴 而且我也见过你们贴海报的时候 那个墙上就蹦出小墙了呀 你们女孩就不怕那些东西吗 怕 我那天也叫了 你也叫了 那你还是贴了 问题是 关键是 因为我们宣传现在剩下最后一个月也很紧 然后那个 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观众可以来看戏 这个时候 如果这些事情你不做他不做的话 就没有人去做了 其实我觉得剧社大部分人都很辛苦 我们人并不是很多 觉得说演员只负责演戏就可以了 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大部分杂活 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帮忙在做 能力允许的情况下 能做多少 是多少 话不多 但是我感觉到你那份心了 真的 那贴海报的时候 一般是几个人一个小分队 少的话一般三四个也够了 然后多的话 有的时候七个八个 都有 但是就八个可能分成几个 分成几个组 这个 你现在负责几个区贴海报的 我本身是负责 Ashville这个区的 我知道现在这边都成主场了 红旗飘飘 海报到处都是 海报贴到最高境界 就是看不见墙了 现在这已经有这个 有这个架势了 我现在看着 除了Ashville别的区 你也帮忙了 我上个星期一贴了Ashville 然后 星期二就是跟另外几个朋友就是贴City这边 扫了一个晚上 然后星期三的时候回来又在Ashville补了一圈 补完之后去本物支援了一两张 不错 当时我正在博物能贴呢 正好需要后院 他过来了 然后说大声喊 我是专业的 刚才就开始贴 我说实话跟听众说一下 他们很可爱 晚上其实你看中午不管再热 晚上有的时候还是挺凉的 大家穿着挺厚的衣服 出去那个跑在街上跑 说实话 你一会儿行 几个小时下来 一个个都冻得跟酸黎似的 手也红了 脸也红了 我特别想问一个事 就是说上个星期五啊 听说你们一起去了这个唐人街 对 在唐人街去做宣传 而且据说阵容还挺强大的 那个陈家谷那天你去了 是吧 给咱们介绍一下当天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是想 就是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做宣传 因为这样效率更高 所以可能我们有一拨人站在那个夜市头 然后有一拨人站在夜市尾 君主长江头 川流不息的客人 有的是食客 有的是游客 然后我们只要觉得 有机会去让他们了解华轩 了解到这样 对对对 有这样的一帮人 非常热情可爱的 在传承中国文化 然后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挺有意思的 我问一下那个黄一璇 你听到那天晚上陈家谷说 最多的话是什么 跟副毒机似的 我觉得这是副毒机 就是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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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见到一个 你对话剧有兴趣吗 然后那个展示的眼神 你对话剧有兴趣吗 对啊 你喜欢看话剧吗 这开始是这样的 后来也换别的词了 是我跟你说的嘛 对对对 说你不能老说这一句 多想换一样 对不是 你这还是比较温和的了 然后去年我们演员 那个德灵啊 对了 他搭讪的那个游客的方式 比较有创意 他是怎么做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逢人就上去问 如果是男士就问 那个你有女朋友吗 有人在就吓了一跳 然后把他从头端详到尾 然后问他你要干什么呀 然后他特别认真的说 有 你就带上他一块去看我们的话剧吧 没有 你就一个人去看话剧吧 然后就塞给他一张传单 特别热情的 我们去年那个德灵那演员 真的 他很可爱 平时你看他话很少 对 但是他一融入了演戏的那个环境里头以后 他就完全变另一个人 对 那天不光是他 好像你也去抓帅哥去了 陈家谷我记得 我眼看着 出去了 我看他就 其实人是从这头走到那头 但其实眼睛一直在我们的海报上 是吧 对对对 然后你就注意他了 对 我就注意到他在注意我们 我就觉得 我倒没想太多了 就发现他身高一米八多 个儿挺高的 是吗 然后我看着就一个接步就冲过去了 你对话剧感兴趣吗 又来这句了 上个星期五 一直忙了 后来几点钟 十点半 十一点 挺晚了 我看他当时好像附近的很多店都收摊了 我们 对因为本身提早的时候 大家想去先吃点东西 但是后来说这个时候人流比较大 是把正式做完 没错 最后大家都是分开你吃你的我吃我的 就始终保持有一拨人在这边去做宣传 剩下一部分过去吃东西 对 就第二天早上我醒的时候 我真感觉那种就不想起来了 因为那个站了几个小时以后腿特别酸 好多人都是上了一天班 下班就直接西装革履的就去了 对 不过说实话 做宣传是挺累的 宣传嘛 因为我们也是就一个心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戏 对 没错 也我觉得更多的是让更多的人感受 我们想带给大家的一种精神 一种热情 而且我们今天也是真花了这么多时间 去研究这个戏 去琢磨这个戏 而且你们不觉得越到后期 这个戏越来越好看 对 没错 对不对 自己都很期待 对 今年陈家谷要演一个什么角色 哎呦 我演童将期 童将期 这是一个 这是个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童将的老婆 童将的老婆 我跟我很多朋友一说 我演这个角色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 那童将 童将是谁 我说这个无实物表演 没童将 没童将 就童将期 童将期了 今年戏的话 据说是演一个很泼辣的 对对对 很泼辣 很过躁的一个人 跟你这个本身性格不太一样了 这个我性子里 我现在还还还还没开发出来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突破 是一个挑战 期待了 然后黄一璇同学是演一个 今年没台词的人是吗 对 没台词的人 但是演的很妩媚 是 是吧 对 我们看到那个宣传片了 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词 然后你自己得在台上找试作 你记住 舞台 舞台片 像去年锦飞 像丁文文去年就一句台词 到最后 童子说的对 就一句台词 最后羡慕的时候 还不是满堂彩 一样的 非常精彩 我期待你们二位今年的表演 谢谢 希望你们能做得很好很好 谢谢 感谢半个角质的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好 感谢你们今天过来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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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拜拜 拜拜